高家瑜施暴的林秉書被踢爆說 在過去他很喜歡到處去蹭名人 炫耀自己的人脈 出事之後還找名人來幫他護航 而高家瑜的前男友馬文玉 之前還語出驚人的表示 林秉書他甚至還對外號稱說 自己跟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的夫人 張淑芬會私訊炒股 對此張忠謀在今天 下午出席活動的時候 也證實林秉書 他確實有找過張淑芬 好 張忠謀今天下午是到司法院 來進行專體演講 而在進到司法院之前 就被問到說 太太有沒有跟林秉書 曾經有討論過股票 張忠謀他是簡短回應說 林秉書他真的是有來找過 太太一次 但是到底有沒有炒股呢 張忠謀他是回說自己不知道 之後就快速地進到了司法院裡面 不願意再多做回應